原标题 从来都是一门很高深玄妙的艺术 唯有看透人线 之所进退的聪明人才能做到 两汉时代名将辈出 最终采遭杀害的不在少数 其中光武帝刘秀的大跟刘炎 便是其中的典型 刘炎自博生 使刘邦的九世孙为人康慨刚毅 气度恢复 虽然到了刘炎这一代 家境已经落魄到需要靠耕地为生 但他却讨厌干盟活 而是经常和一帮豪杰打交的 意图推翻王莽的统治 恢复刘姓江山 姓刚毅 汤还有大劫 自王莽篡汉 长份份 怀富设计之力 不是家人举业 轻身破产 交结天下雄隽 见后汉书卷十四 刘炎是光武帝刘秀的长兄弟皇二年二十一年十月 刘炎 刘秀兄弟在老家重 领起兵 因世战密博 便与陆林军联合 刘炎兄弟加入到陆林军中后 凭借着高超的军事天赋 与吕击败王莽派来的围剿大军 随着队伍规模的日益壮大 为增强号召力和凝聚力 拥立一位汉朝宗室为帝 已成为各路领袖的共识 但在选择由谁来称义的问题上 内部却产生重大分歧 其实 旧能力 威望而论 刘炎最应该担此重任 而大将诸伟 张亚等人 因为出于对他的畏惧 极度 非常不希望由他做皇帝 反而看重雍烈落入 容易控制着刘璇刘炎的独凶 所以 他们趁着刘炎在晚成作战期间 做好刘璇登基的所有工作 然后 将刘炎从前线召回 强行命他承认现状 朱江会议力流逝已从人望 豪杰县归于博生 而心事平林将帅乐放肃 但怕生威名而贪圣功懦弱 先供定策立之 然后使其赵博生 是其意 隐闻同上 朱伟等人畏惧流言 所以选择拥戴刘璇 对于 朱伟 张亚等人的安排 流言当然不肯轻易服从 但出于团结队伍的需要 又不能公然反对 所以 便建议再缓确立皇帝人选 等到击退王莽大军后 再这样做也不迟 流言这番话虽然明显是缓兵之计 但在朱江听来确实很有道理 因此 点头附和着甚多 眼看着局势要逆转 张亚拔出佩剑狠狠的砍击地面 声色俱立的吼道 犹豫不决之人难以成大事 拥戴刘璇为帝的事情必须在今天确定下来 若有人敢不同意 张某的宝剑可是饶不过他 朱江看到如此情形便再不敢说话 而流言虽然心中奉恨不已 但考虑到若跟诸位等人决裂 自己的孤军将很难成事 所以 只能勉强承认继承事实 刘璇被拥立为帝 史称更使地就这样 在帝皇四年二十三年二月 陆林军在南洋玉水河边拥戴刘璇为帝 宣布恢复汉朝 并改年号为更使 刘璇称帝后大风群臣 其中诸位被封卫打 司马、刘璇或封大司徒 刘璇在接受完任命后 便马上赶赴前线 并凭借着个人的巨大威望 成功地劝说新野兽将投降 不久 刘秀在昆阳城下大破王莽精兵四十余万 史称昆阳大姐 凭借着一连串的辉煌胜利 刘璇、刘秀兄弟的威名更胜 让军中将士忠心爱戴的同时 却也让刘璇、诸位等人深感威胁 而与此同时 追随刘璇投军的南洋世家大族 很鄙视刘璇 并对刘璇无缘地位愤愤不平 就以刘璇的族兄弟刘继为甚 作为宗室名将 刘继不仅公然为刘璇名不平 而且还拒绝刘璇给予他的官职 由此令刘璇恨之入骨 刘璇因功高震主 被刘璇杀害在这种情况下 诸位等人围除掉心腹大患刘璇 便唆使刘璇以抗命罪将刘继抓捕 准备斩首示众 刘璇眼见同宗爱将要遭此毒手 便在刘璇面前拒邻力争 言辞甚是激烈 诸位等人见状 便不断地给刘璇煽风点火 然后者 再暴怒之余 尽将刘继 刘璇一并处死 此时据刘璇称帝才四个月 刘璇遇难时 年仅四十岁 石江兵姬鲁阳 文庚实力 诺曰 盘璇兵独大使者 博生兄弟也 今更是何为者邪 更是君臣文而心计之 以计为抗威将军 计不肯败 更是乃与诸将臣兵数千人 先收记 将诸之 博生故争 李懿 诸伟 因劝更是并直博生 即日害之 尹文同上 刘秀称帝后 追封刘璇为其王两年后二十五年 奉命招服河北的刘秀 跟更使帝决裂 并在号称千秋亭称帝 史称东汉光武帝 同年 刘璇被赤梅军杀害 拒守洛阳的诸伟 虽是刘秀横入骨髓的仇敌 但在投降后却得以善终 刘秀称帝后 利用十二年时间平定群雄 最终统一海内 建武十五年三十九年 刘秀追封兄长刘简为其公 两年后又进封为其王 誓号为武 史料来源 后汉书 资质通鉴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则 人编辑